嗨,大家好 今天這一集我們來談一談這個 在MacOS上面怎麼去安裝 App 程式 或者是移除 首先他這個 MacOS系統跟Windows不一樣的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他的執行的檔案名稱是不一樣的 還有就是他有三種安裝的方法 第一種我們可以直接選擇 Apple Store的 商店應用程式 應用程式的商店 可以直接下載 看你需要分類 那直接按下載 那首先當然要登入這個帳號 直接下載完之後 他就會安裝在這個啟動台 分類的裡面 那除了這個方法之外 我們在別的網站下載 比如說別的運用團體 的廠商下載的話 通常 會有兩種格式 那我們可以看到 第一種是這個DMG DMG的副檔名 那另外一種是這個所謂這個 PKG 那就這個有什麼不一樣 那PKG 他就是所謂我們 點擊兩下把它打開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安裝程式了 那只要下一步下一步 下一步然後 提示你要這個輸入你的開機密碼 那就可以安裝完成 那PG PKG 顧名思義就是 Package就是 包裝檔 那它的安裝方法 跟一個Windows很類似 就是繼續下一步下一步 這樣 好 那另外一種 是所謂 DMG 那個DMG 那我來看看這個DMG 它的模式就變成這樣 那 打開之後 它會掛載一個印象檔 那印象檔 出現了這個 執行程式 這個執行程式看起來是單一 其實它 是一個 包裝好的一個 完整的資料夾檔案 那等一下我們 進到這個 Finder 應用程式資料夾裡面 再來做解說 那怎麼安裝很簡單 就直接就這樣 跨屬左鍵按著 拖到這裡 App的應用程式裡面就可以了 OK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兩者當中 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它安裝的時候都是一樣 那我們到這個應用程式資料夾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譬如說我們剛剛看到的那個 剪印 剪印 那我們 如果選擇剪印這個 用滑鼠右鍵 然後 跳出Menu 我們可以在第2格這邊 顯示 頭鍵內容 就可以知道了 它的資料夾就打開了 Contenters 那 這就是它 裡面所有 這個執行程式的這個App裡面的 所有的資料 那它的執行檔 是放在這個 MacOS上面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是 好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個 VideoVision -MacOS 那 這個就是 在MacOS上面 就是蘋果的作為系統 裡面的執行檔 那它的副檔名 就是 EXEC 跟Windows不一樣 Windows的執行檔 副檔名 是 EXE 那在 蘋果上面就變成 在後面再加一個C 那如果我們按了這個 其實跟我們在起裝台 按的是一樣的意思 那 當然也有 比較特殊的就是說 它檔案 這個 譬如說是 這個檔案系統比較大的 這個App比較大的 它可能就不只 安裝一個而已 不只安裝一個這個包裝檔 的程式的資料夾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談一談 那如何去移除這個App 那理論上 App要移除 如果說 你 不用移除的App 去移除它 那 可以很簡單的 譬如說 我進到這個 一樣是在應用程式 的資料夾裡面 選擇這個 選擇任何一個App 然後按右鍵 把它丟到六色桶 它就移除了 可是這個 這樣的方法當然是可可行 可是它還要一些 安裝的紀錄檔 跟那程式所產生的一些紀錄檔 沒有移除掉 那就 就比較不完整 那 通常 我是建議 可以用這個免費的 這個 所謂 App Cleaner 我們點擊兩下 把它打開 那 我們可以 在這邊 把任何一條資料夾 譬如說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哪一個 譬如說是這一條 把它拉到這邊來 放著 它就會 顯示 那我們可以從這邊看到拉大一點 這邊 就有它的主程式 有一些 清單 一些 系統的紀錄檔 那通常 我的習慣是把這個所有的選項都打工 然後按 它就會丟到 全部丟到垃圾桶 這樣就可以清楚完成了 好 我們今天就談到這邊 謝謝各位 馬來